今天我做了玉米面千层酥饼 被夸爆了 层次分明,香酥吊渣 实在是太香了 全家人都爱吃 做法一点都不难 赶快学做起来吧 首先在500克面粉里加入5克酵母 4克盐 20克白糖,混合均匀 再加入280克水 搅拌成絮状 再加入30克油 下手揉成光滑柔软的面团 盖好,松弛5分钟 接着在另一个碗里 倒入250克玉米面 加入40克糖 125克油 搅拌均匀 备用 取出松弛好的面团 按扁 擀成厚度为1厘米左右的长方形大面饼 在1厨米的量 differences 在1厨 1厨 铺上玉米米 蜜油酥 按压써 几时 然后将面饼对折 边缘拧合封口 再次擀开成长方形面饼 厚度约6-7毫米 切去两边 这样中间的层次才会更加分明 两边向中间折叠形成三折 挨压出里面的空气 再次擀成厚度约5毫米的长方形面饼 然后在三分之二处铺上适量面红豆 先将空白处折叠过来 轻轻按压 再对折到另一边上 整理好形状 再擀成长约35厘米 宽约25厘米的长方形面饼 擀好后放到烤盘上 再分割成三厘米左右的长方块 表面刷一层鸡蛋液 撒上芝麻 盖好保鲜膜,饧发至1.5倍大 发酱好的生坯,表面明显长高了 这时送进预热好的烤箱 上下火220度,烤18分钟 时间和温度还要根据自家烤箱的脾气来调整 烤至表面上色满意即可出炉 取出来等量至不烫手了 再将每块面饼分离开 颜色金黄金黄的 食欲满满 层次分明 吃起来外皮酥脆,内力喧软 玉米清香,微甜不腻 实在是太香了 全家人都赞不绝口 如果看馋了,就赶快安排起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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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溜柔 oil